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07年,我们分别在不同范畴上举行活动 令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和市民大众都落在其中 互相接纳,分享共用 第一届音乐无障碍共用共鸣音乐会 去年12月在浸会大学举行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邓国威太平身史 案劳事务委员会主席梁智雄医生 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邓以邦先生 以及来自科技、教育、医学、法律、体育、演艺及商界的跨界别代表 亦于白亡中秋空出席主例 当晚最触目的表演莫过于七位视像朋友 两支视像乐队及来自广东省和青岛的残疾歌唱家 和视像音乐教师 另外,部分香港的知名歌泳团也有献唱 热烈的掌声证明了视像表演者 心乐台下观众的高度评价 大会最后邀请全场朋友合唱明天会更好 为这次音乐会画上完美句号 香港首个以相见共融为主题的摘力游泳赛 金德共创光明摘力游2007 去年10月在那沙书院举行 活动的目的是希望换起市民大众 对视像人士需要的了解 筹到的善款就用作推行亚洲防盲工作 为内地偏远地区失明病人 提供低收费的白内障手术 以及为中港两地的视像朋友 提升教育水平和添置所需器材 活动以摘力游的方式进行 参加的队伍多达150支 人数超过1000人 广东省也派出40多名残疾运动员参加 主例嘉宾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太平新史 二重头戚之一的明星嘉宾摘力游 光明大使关志斌 活力之星SUNBOYS 及钟舒曼更是身体力行 和视像人士一较高下 治愈万众期待的相见齐破建力士 最后由本港和广东省159名残疾 和视像泳手 纪律部队 运动精英及名人嘉宾 每人各游20米 以40分21秒的成绩 打破2005年在澳洲创下的 接力游建力士世界纪录 将活动推至全日高峰 写下相见共勇 终之成城的新一章 过去一年 本会继续为国内防盲致盲工作努力 去年8月协助亚洲防盲基金会 和香港眼科执业医生会 联合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 举办复明15号中国流动眼科手术车的捐赠仪式 其公众教育展览 当日拍在香港文化中心的手术车 更进行了15小时的马拉松手术 为16名贫困病人 提供免费的白内障复明手术 支持无障碍,生活更精彩 是本会一直向公众传达的信息之一 去年我们的职业发展及公众教育中心 就在葵芳新都会广场 举办了一个推广无障碍通道的 大型公众教育活动 让超过3600位人士 认识和体验到无障碍设施 对视障人士的重要性 透过不同的无障碍设施和游戏区域 见试的朋友可以无疑为视障人士 亲身感受无障碍设施 如何帮助视障朋友带来生活上的方便 如何使用发声交通灯过马路 如何使用电脑科技进入数码和网络世界 认识点字,点字制作和阅读等等 提升视障人士资讯科技应用 消除数码隔膜 本会的信息无障碍中心 在2007年勇奪五项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包括最佳公共服务应用小型项目金奖 最佳公共服务应用电子化银奖 最佳数码共用服务金奖、银奖和特别加许证书 而获得这五个奖项的四个计划分别是 电信数码视障人士图书馆 电脑应用支援热线 视障人士网络共享入门网站 及闪亮计划 这些奖项正代表着社会关注 及认同视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的信息 而透过科技 让视障朋友可以再次和社会联系 达至无障碍的共用世界 是香港盲人辅导会的工作目标之一 感谢各界的支持 本会去年度的爱心授旗日 共招募到约6500名义工 以支持本会的视听障人士资源中心 以身失明人士为对障的社区支援及康乐服务 盲人工厂及视障儿童家长资源中心 共筹得210多万,成绩令人鼓舞 本会去年出版了三本刊物 包括视障失智症长者服务搜查 中文月音点字货本年光碟 及定向行走训练搜查 这些刊物结合了本会多年来 服务视障人士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之后有所得着 香港盲人辅导会未来的工作 极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请加入我们的行列 无论成为义工或服务赞助 一同努力为视障人士 而剃造共融社会 而继续坚持奋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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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